女士们 先生们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我是安妮 我来自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爱基金 对尊敬的看部的到来 和所有今天嘉宾们的到来 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和感恩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我们慈善论坛现场的 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慈善的成功企业家 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 还有很多的奉献志愿者们 我看到这个剧场已经达到了历史以来 就开放以来的最多的人数 已经人满爆棚 而且我们的爱心爆棚 正能量爆棚 接下来让我们恭请慈善总会爱基金 我们的会长陈立刚先生 为大家发言 谢谢 尊敬的索达基堪部 各位爱友 下午好 伴着今天的蓄日阳光 我们再次邀请到 著名的高僧大德博学大师 佐达基堪部 历临爱基金 企业家慈善论坛 同样在这里 2015年6月 已是堪部大师 用一场精彩的演讲 因爱结缘 向善而行 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善的世界 大师的慈悲感召 让我们更多的人 更加坚定地加入到 行善的队伍中来 追随善的指引 爱基金在助学邦教的路上 走过了九年 九年来 爱基金累计募捐善款四千多万 爱的足迹遍迹 山东 贵州 四川 内蒙 青海等贫困地区 受益人群 达八万多人 众所周知 2007年 堪部老人家 发起了 启动爱心的号召 这与爱基金的成立 几乎同时 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缘 自2015年 堪部首次 爱基金演讲后 爱基金也参与了 堪部助学邦教的事业 特别是 爱心午餐 和爱心诸教项目 在四川甘孜地区 深入开展 总有一份力量 感召我们全行 昨晚一轮 68年来 最接近地球的明月 让我们感受到了 亲近的力量 今天 我们有幸 与堪部大师面对面 感受一份信仰的力量 这份力量 是余束光 能驱走我们身边的黑暗 这份力量 是一个方向 能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更加坚定 更加无味 下面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尊敬的 佐达基看部 为我们开示 企业家最高的境界 是什么 尊敬的程会长 尊敬的 爱基金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 来自各个地方的 企业家和慈善家 很高兴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首先 特别感谢 爱基金 为助的很多 慈善机构 对我们 当地 学与告验的 一些贫困的孩子 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奉献爱心 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们的民运 有所改变 同时 我也特别感谢 爱基金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和发心人员 那么 这么短短的 这几年当中 你们所做的 一切 善心 所做的一切 的慈善的事业 实际上 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 整个人类来讲 也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 我们今天 大家共同 探讨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 企业家的 最高境界是什么 那么 也讲起 企业家的境界 我想 我们 这个 所有的人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的境界 都是不相同的 我以前 看过 著名的 《风子开》的 一个漫画 但这漫画上面 写到 人类的 这种 境界 实际上是有三层楼 那么第一层楼 是无知生活 第二层楼 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楼 是 灵魂生活 就把它比喻成 这三种路程 那么 那么 其中 我们 在座的 很多人 在无知生活上 非常的 去 关注 大量的人 也是 相属 这样的 无知的 生活 也有一部分人 相属 精神上的生活 包括一些 艺术家 一些 企业家 文学家 等 还有一些呢 是在 灵魂上 也就是说 灵魂的生活 但这个灵魂的生活 它会 涉及到 一些宗教 涉及到 一些 哲学 那么 将到这个 灵魂生活的时候呢 实际上 不仅仅是 一个 佛教 我在想 它 是在我们 整个人类 历史上呢 也是对 灵魂生活 是非常 关心的 有一位 古希腊 哲学家 叫做 是 德姆克里特 就 今天我 微博上 发了他的 一句话 那么 德姆克里特呢 实际上 公元前 大概是在 三四百年的时候 出世的 它是 唯一的 唯物论 唯物论的 也就是说 原子论的代表 它 提出了 什么样的 一个 概念呢 它说 我们的 幸福和不幸福 来自于 人类的 灵魂 同样的 我们的 善和恶 来自于 人类的 灵魂 还有 每个人的 个性 每个人的 性格 每个人的 这种 生活的 状况呢 都是 独一无二的 它的 这种 学术呢 实际上 我们看起来 它是一个 唯物论的 学术 但我自己 认为呢 它的有些 观点 特别像 我们 佛教的 英国论 佛教 英国论 当中 也会这样 我们 心善 积德之家 也就是说 必有余气 既不散 自家 必有余 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 互文化也好 佛教当中 三有三宝 二有 二宝的 这种 概念呢 非常像是 所以刚才 就是 说 德木克 德木克 利特伦 他的 这种 学术呢 有时候 很奇妙的 不知道 也许你们 很多 有些佛教徒 有些慈善家 有些人 觉得这种概念 有点 有点 信的 但我也在研究 因为他的 有些学术 跟赫赖的 波拉图的思想呢 有着冲突 有些历史上 记载 说是 他有无视 二种不同的 包括 天文 地理 当不同的学术 但是因为 赫赖跟 波拉图的思想 有所冲突呢 就是 像 把他的 很多的著作呢 就是 烧坏 到目前为止 现在在人类上 留下的呢 并不是很多的 他最后 晚年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 把自己的 眼睛 弄下了 很多人问他 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 我为了更 堪秦 一切事物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要 内观 跟内心 要接近 那么这个 相当于 无舍 您 什么 您无马 无影 您人 弄二 就是 老子的 这个学术呢 也是比较相同的 因为 前面 歪在的 各种事物呢 也许 让我们 可能会盲目 让我们 可能会 聋哑 就变成 这样的原因呢 他最后 就把自己的 这种眼睛 都已经 弄掉 就是下了 那这样的观点 实际上 就是说 他追求一个 人类 最高的一个 灵魂生活 但这样的 灵魂生活呢 也许你们今天 很多慈善家 包括一些 企业家的话呢 不一定 很 人可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 很想通过 这种方式来 给大家 迎来一种 思考 为什么 有些人 在 无耻上 获得 快乐 需要 他的 这种生活 得到的 都是在 无耻上 得到的 有些人 只有精神 场面来 去 获得 有些人 除了无耻和精神 以外的 更高的 另一种境界来 得到满足 那这上面 有什么不同呢 实际上 追求这样的 三种真理的人呢 就像是 金子塔似的 那么 越来越上去呢 可能 追求的人 越来越少 因此 我今天呢 要想象到 首先 我们要将 境界的时候 可能 在人类的 价值观上面 在人类的 追求的 各种不同的 事物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人的个性 每一个人的意乐 都不会很相同的 每个人 觉得 有些人觉得 无资 获得 越来越多 那么 这是 最有价值的 有些人 精神层面的 境界 越来越高 这就是 很有价值的 所以 不可能 所有的人 都有 同样的 价值观 那么 这是我想 说的 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 现在的 这个世代呢 实际上 你们今天 在座的都市 应该 很多都是 企业家 慈善家 那么 作为企业家 他的最高境界 要去寻找的时候呢 这个企业 对 整个 世代 对 现在的 社会呢 有着 很大的 变化 或者说是 有很大的 印象 为什么 这么讲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 各个国家的 一些 高层领导 出国 访问的时候呢 可能带的 大多数是 外交部部长啊 国防部部长啊 等等 但现在 有没有呢 现在也有 但现在呢 就大多数的人呢 带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 各种 不同层次的 企业家 我们经常 在电视上 在很多方面 看到呢 就是 各个国家呢 在国际上 互相来往的时候呢 通过企业家的 这条线 通过企业家的 这个思路 他们的这种 经济线来 互相对接 互相联接 这也是 我们看出来 实际上 经济 或者说是 企业家呢 在某种意义上面 可能会超出了 思想家 文学家 宗家 这种 佛学家 等等 就许许多多的人的 这种思路 包括 我们现在 所谓的企业呢 可能对 这个社会呢 有着很大的 变化 前两天 我们 双十一的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就我好像 听说当天 就阿里巴巴集团 就是 得到的这个 交易 交易 就是交易 那么一千二百零 七亿 那么这是 跟以往的 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同的 而且这里面 大多数都是 是无限教育 就无限的 这种教育 八分之八十一点八七吧 就这么多 但这个 表面上看来 可能很多人 特别 羡慕他们的 这个企业 但在这个时候呢 对很多的 孝心企业 和中心企业呢 受到 使命的 这种大忌 就可以说是 在某种意义上面呢 他们的 所有的资源呢 全部 就 集中在 某个 企业当中 在这个时候呢 我看我们 很多的 包括 或者一些企业的话呢 说实在的 在 摩西伊上面 就面临着 很大的 挑战和 面临着 很大的 一些困难 那这种困难呢 一个是 我 遇到过很多 企业家 他们在内心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不安全的 就是一些 因素 很有可能 我们 现在的 传统的 一些企业的话呢 那么 一是在 现在这个世代当中 可能 经济都不是很精气的 各个国家 都是这样的 到了 美国的时候 他们都说 这几年 经济不好 金融危机 对他们的危害很大 然后到了 欧洲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这样的 到了非洲呢 就是更不用说了 非洲本身都是 他们都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什么很多的 除了 兰费以外 除了兰费以外 我去了一些国家 他们有五十多个国家 但其中 很多的呢 就是他们的 他们有三种不值钱的 一个是人的生命不值钱的 一个是土地不值钱的 还有一个呢 事件不值钱 因为这个大 这个土地太大了 就是哪里都可以盖房子 就没有什么 土地不值钱 一个是他们那边的疾病 就是特别多 就是这个 什么生命不值钱 就是今天 就是很有可能 会年轻的时候 就死了 有些平均年龄 都是三四十岁 就是好多国家 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事件不值钱 他们没有事件盖定 就 飞机 飞机已经停下来了 就是半个小时以后 或者说是 四十分以后呢 就是 才 才开门 就是 然后上飞机的时候 也是一般都没有什么 固定的事件 就是特别特别不同的 就是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 像这样的这个 有些国家的话呢 他们也觉得呢 就是现在 就特别老 特别困难的 所以 我们可能 在某种意义上面 尤其是 传统的 一些企业的话呢 也有 很多是 倒闭的 关门的 或者说是 现在呢 就是无法给员工 发工资 等等 这样的这种 面临的问题呢 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也是 现在的我们 很多的这个现状 我们有时候看到 一些大的败货公司啊 大的一些商场里面去的话呢 基本上是 很多服务员都是一直站着 就是瞪扔 但是人呢 都没有啊 因为人 好多都是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家里 通过电脑 来 这个 卖东西 所以现在 有些餐厅呢 就是门一着开着 瞪着 但是 这个身影都不太好 就是 你饿了吗 就是 然后 很多都是从这方面来就做了 好多女友公司和有些 包括有些出处者呢 也身影不好 就是什么Uber啊 什么滴滴啊 这个 不知道你们山东有没有 这些 你有吧 是吧 应该有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时代的话呢 可能会很多企业家来讲呢 他所作的这些事情呢 几十年以来是非常成功的 稳定的这些企业 但是现在 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 一出现的时候呢 危机就赖了 就不确定的因素就赖了 在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 你原来是特别特别的成功的人 但是呢 现在很有可能呢 一夜间呢 就恐怕是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呢 自己也很难说 很难说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有 每个人都有一种 佛教的无常观的意识 佛教的意证观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佛教的无常观的话呢 包括一些企业家 包括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商人的话呢 他们这个告地呢 就是不确定的 我们佛教里面就是 告记必多 僧记必四 那么 聚记必散 就是有这些道理 那么 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 自己心里呢 就成熟不了 以前 这二十三十年以来呢 中国企业家自杀的人呢 就已经就是二十多万了 接近三十万 有些报道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 有些企业家得 愚语症的 得 这种恐惧症的人呢 也是是 必必皆是 非常非常多 在这样的现状下呢 我们 可能 很需要 调整 自己的信贪 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 马云在清华 大学的一个 好像管理学院 就是江华 江华的过程当中 他说 做生意的人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佛教的思想呢 没有不行的 这句话很 很赞同 像他们的话呢 也表面上看了 好像他们很成功 但实际上 他们也有 许许多多的烦恼 他们更加痛苦 更加教练 很有可能 全世界的 许许多多的财富呢 在一页间 就是在你的手上 但也有可能呢 到最后自己都变成 最可怜 最可怕的人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呢 要 要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尤其是 佛教的一些 无常观呢 适时地是观察 我们 整个 自己的一切的 这种生活 也适时地是 观察 一切万物的 真正的半天 我今天呢 并不是在 以企业的名义 来给大家讲佛教 其实 但是呢 我也内心当中 特别希望 很多企业家 你们也应该 以佛陀的思想 和佛陀的智慧来 观察自己的人生的话 也许对你 个人的成长 和个人的生活 有着非常大的 这种变化 或者说是利益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 有时候看来 这是特别美好的 这个人间是像花园一样 特别美好 有时候看来呢 这个人间呢 就是特别的丑恶 好像像地友一样的 或者说是像剧场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 也是是二语我诈 故性独教 那么做事情的话呢 也中间需要 就是参与 许多的这种欺骗啊 诱惑啊 贿赂啊 等等 就是许多不良的这种因素 恶性循环呢 不断地蔓延 如果没有它的话 好像是在这个 事件当中是寸不难信 所以说呢 我们有时候是 造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 这种佛陀的 伟大思想呢 对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来讲呢 应该是不可缺少的 尤其是你们 像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 你们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不会 就是对自己的意识 有担忧的 不会对自己的这种 生存和基本的生活呢 就是有一些顾虑的 可是呢 你内心当中 真正是得到了 真正人拥有的 需要这种 快乐和幸福吗 也是是不一定的 因此我们今天这里呢 也是很放松的 也是随意的 跟大家探讨一些 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讲到 什么是企业家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谓的企业家呢 实际上是 对整个社会的经济 推动呢 有积极的作用 这样的人士呢 可以成为是企业家 如果我们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 个人的生活呢 就是做分度的 这样的人呢 我们可能最多是 给他成个商人 或者说是经营人士 那么大家都知道 文学家也好 科学家也好 佛学家也好 所谓的这个家 在这个词 就是加上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都 很多人都应该会关注 因为在中人当中呢 就是对你的 整个社会效益 对你的整个经济效益 在这方面呢 对社会有 真正利益的人呢 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企业家 那这样的话 我听说呢 就是今天你们在座的 尤其是爱激进的 很多的 这些成功认识的话呢 确实是 对以前 对我们的社会 就非常的关心 对我们的 这个偏僻地区的 一些顾挂老人啊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失血的孩子啊 包括 包括我们现在 各个地方的 这个 监狱 就是监狱的 监狱的这种 家庭 就也很关心的 就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 这种企业呢 就 这种企业呢 就是可以说是 经常 要关注 就是这些 我们身边的 这个弱势群体 当然有些人认为 所谓企业呢 连自己的 是自身的 难以 这个 能抱得住 那怎么会是 我们做 做一些慈善啊 等等 实际上 慈善呢 作为企业家 有没有需要做呢 一定要去做的 我们这里的 很多的这种 历练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 这个西方啊 尤其是 美国的这种 这种历练呢 就是有点不同的 按照美国的 每个家庭的话呢 基本上 做慈善呢 实际上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的话 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是对他们来讲 很多的 这种家庭也好 观念也好 从孩童开始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我们 在这个 汉地的 很多人的 观念当中的话呢 所谓的慈善呢 就是可能 只有这个 有 有特别特别多的 花不完的钱的 一些富贵的人 他们就是 做的事情 而我们一半的人呢 就是不可能 需要做慈善 但这种观念 是做的 我很早以前呢 在一个慈善 总会 在一个慈善的 这个轮坛上呢 我提过 慈善都是信 这是我们 每一个人呢 有这个信 不一定非要有 眷务 捐钱 捐 当然你有的话呢 可以改变 就是这些 神变的终生的命运 我们也特别 最细的 但更重要的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社会 有个责任 对家庭 有个责任感 那这个责任感呢 我们佛教 就是叫做 叫做 善信 善信 这样的善信呢 作为企业家来讲 我认为是 最高的境界 今天你们这个 提呢 也是一个文答 就是 企业家的 最高境界 也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信善 就是信之善法 以前没过的 喀赖基 他也是说过 他说 富贵人 富贵人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信善 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 很有甚深的意义 我们很多人 有了钱 有钱什么呢 非常好 这是有福报的 但是有钱一贺 是不是 这是考虑到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情人 除此之外 什么这种 对社会的 这种贡献 和对社会的 付出 没有的话呢 其实这是 一种耻辱 这是一种 助爱 因为 许许多多的资源呢 你一个人拥有 那么 所有的这些 其他人呢 都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 这就是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 特别大的 顺势 因此呢 我们每一个 在座的各位啊 在以后的 日常生活当中呢 只要有这样的一种 改变的观念 观念的改变 这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它的 在我们 佛教的修行当中呢 确实是 也是很难以 修行的 佛教 修行当中呢 就经常 讲到 六波罗弥多 其中有 不是波罗弥多是第一 不是波罗弥多里面呢 有 有菜布施 发布施 五尾布施 也就是 所谓的菜布施 我们现在经常 讲的 就是做 做慈善和做布施 所谓的发布施呢 现在我们经常 讲的 什么 就是教育 也就是 真理呢 就是传给别人 其实这也是 一种慈善 我们这里 有些慈善家呢 可能你从 自己的经济上呢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可以把 有很多的这种 正理 就传给油眼的人 那么 给别人 当治教老师啊 给别人呢 就是讲很多的 佛理 正理 儒教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 等等 这样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 法布施 这叫做 也是慈善家 还有一种呢 叫无为布施 无为布施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 看到其他的众生呢 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 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他 他在 从 屠夫的这种道下 就是 救回 救出来 那么这就是 也是一种慈善 就是也是一种 布施 所以呢 我们按照佛教的 这种观点的话呢 布施是 所有的 六度完情当中的 那么第一 第一个 因此 在将来的 生活当中呢 可能在座的各位 有时候 也要会想 我们这里 有些是 学佛的 有些是 没有学佛的 但是呢 我们做慈善的话呢 就可能 是依靠佛教的 这种观点呢 也是是 更加 就是 有 比较 次第的 以前 有一个 辈大的教授呢 就是他也说过 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现在 在中国来说呢 就是这个 儒上 儒教的这种商人呢 就是好像没有这个名称 但是我们 佛教的这个商人呢 就佛商 佛商的这个名称呢 就是在中国早有 已经有了 并且的话呢 就是很多佛教的这种 佛商慈善论坛啊 那么佛教的这种慈善论坛呢 就是不断都在开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应该要看清 以往的 我们的一些传统的 这个企业的模式 现在挣到一定欠的时候呢 当然有欠的人 就是可以把 自己的部分的 这种财富呢 用到布施上面 当然我也不建议 很多企业家呢 拼命地让大家 捐钱捐钱 最后企业自己都 已经就是穷了 或者说 下面的员工都 就是没有欠了 我不建议这样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布施的话呢 就随意地 自己在没有 拎色的情况下 没有这种心烫的情况下呢 你就随意地可以做布施 负责的话呢 我们有些企业就是 可能自身的难保 但是呢 不断地这个捐钱 连员工和个人的这种生活 都特别特别缺憾的 这种情况下呢 把所有的这种物质啊 所有的不断地捐的话呢 这恐怕是并不是 很好的一种方法 应该说是 有一定的这种 资源的时候呢 就也应该可以 就是捐出一部分了 我看过一本 说叫做 《告别图号》 就是那么 里面有很多 中国的这种 这个慈善家 就是就包括 就是现在什么 这个余明洪啊 王氏啊 还有这个 牛根盛啊 就是等等 就是有很多是 他们在以前是怎么做的 就是现在呢 也是在这么搞的 当然有些呢 我觉得是他们做的 还是非常好的 有些的话呢 可能 也不一定是那么的好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 有了这样的观念 跟遗忘不同的 遗忘 自己有了钱 就是自己去相守 我们刚才 在屏幕上是看到 就是贵住也好 云南也好 西藏也好 还有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 他们的这种生活啊 就的的确确 就是有 有许许多多的这种 这种痛苦 也许我们在 城市里面是一顿饭 城市里面的人呢 一件衣服 城市里面的人呢 也许是 他这是一个 特别的这种 很少的这种钱啊 也许依靠这个来 就是让 这个失血的孩子 他有了这个 重新度数的这种机会 让一些老人 或者说病人 看不起的人呢 看不起病的人呢 他也许有 重新的这种 护活的这个生命 这就是我们 依靠一种 大家的这种 不适合力量 就可以 可以来倔责 就可以来 真正 我们有一些慈善家 就是特别特别的 随系他们 就我们经常 以前在古人的 一些 这个 古大德当中呢 就是经常说啊 就是天地有好胜之德 就是我们这个天地 实际上呢 就是它有 这个滋润万物的 滋养万物的 一种能量 力量 但我们有些人 确实就像太阳一样的 不管是 到哪里去 给大家 给眼光 给温暖 给生长 给灵养 给不痛的这种 就是滋养的 这种力量 那么这就是 需要有一个 慈善家 他的真正的 这种内心的爱 这种爱呢 实际上是 能改变我们 周围的这种环境 也能改变我们 须须多多的 可怜的这种人的 这种生命的 这种状态 也能改变我们 自身呢 就原来是 非常自私的 焦虑的 特别有这种 烦恼的一种心态 但后来 因为你加入了 这样的这种 团队之后的话呢 可以看到 就自己的这种成长 自己的这种 慈悲性呢 日益就是提升 那么自己的 真正的这种 利他的 这个修行的境界呢 也越来越提高 这也是从佛教层面讲 这叫做是 大乘的 大慈大悲菩提心 大慈大悲菩提心 我们有时候 所谓的 大慈大悲的菩提心呢 在念诵的课本当中呢 就念得特别的纯属 就是念得很足 然后我们在 给别人面前讲的时候呢 滔滔不绝 就是讲得非常好 但是实际行动当中 去做的时候呢 有时候恐怕是 很难以置信的 也许可能刚开始 有热气的时候呢 就做一段事件的慈善 但是这个事件畅了以后呢 也许可能有些人的 这种热量 热分呢 已经退下来了 当然有些人呢 真正内心当中 有这种爱 这种力量呢 就是不容易退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叫做力量 这是今年以来 是非常猖巧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力量的 这本书里面呢 实际上就讲到了 很多佛教的道理 但是它这样的方式呢 好像跟我们 佛教的这种名词 有些不同的 但它这里面的 主要有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呢 就是说 所谓的爱 在这个宇宙间呢 最伟大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的这种爱呢 就是实际上是最大的 在宇宙间是最大的力量呢 不是太阳的这个力量 不是月亮的力量 不是地球的力量 也不是自然万物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当中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爱的力量 这个爱呢 并不是我们男女之间的 所谓的你爱 我爱你 我恨你 你恨我 不是这个爱 应该说是 我要无条件地 对所有的众生 对所有的这些丸母呢 有一种 这种 慈爱丸母的这种爱性 就不爱 也就是说 包容的这种爱 这种爱呢 实际上是 真是一种付出 那么我们 人生当中的 所有的一切的这种 感受呢 就是实际上是 我曾经对 别人付出 没有爱的 一种 反馈 或者说是 付出爱的一种 惠应 这种话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们经常想 自己就是 做什么样的 种什么样的种子呢 得到就是 如此的过报 得到如此的过报 但是这个意思呢 就翻过来讲 实际上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 所作所为 只要对别人付出的话 我们会得到 真实的一些力量 也就是说 我爱所有的 任何的众生的话呢 那么任何众生呢 直接会见解呢 对我有爱的 如果我对 所有的 任何的众生 就是没有爱心的话呢 那么直接会见解呢 我得不到 就是众生的爱 这就是一个 因果的自然的规律 因此我们今天呢 也是从表面上看来 就是这是一种 企业家的 这个思想的探索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探讨 就是大乘佛教的 这种博爱的 无畏的 应该说是 无私的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呢 无论是 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只要他拥有的话呢 的的确确是 特别的珍贵 就是非常的珍贵 那么这样的这种 形态呢 就我觉得 不管是谁也有啊 就这个人是很伟大的 以前 罗克费勒 那么是 美国应该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 他是全球的 排行班当中的 也是当过 这个束缚啊 就是他是当过束缚 他本身是 大概是 无私三岁的时候呢 就像 身体所编成 磨难一样 就是看起来 特别的这种可怜 就是疾病产生 但后来他放弃了 所有的 包括就是 他的一些 这个企业和 就是事情 他一心一意地 就是做这个 慈善的这种活动 后来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 慈善的这种力量呢 他夺获了 就是四十五岁 就是他八十三岁的时候 就是八岁的时候呢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那他的 唯一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就觉得呢 我们人类 就应该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人一定要 对别人 有一种爱 要有一种付出 尤其是 所有的这种财富的话呢 不是都是最好的 因为他的 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你们可能也是听说过 我们世间人呢 就经常讲 富不过三代 但是他的这种家族的话 据说呢 就是应该是五六大 就是一直这个 他的子孙和他 都是相守这种 这个富乐 那就相守富乐 所以我想西方国家呢 有些 有些 怎么讲啊 有些企业家呢 就是他是 完全是可能是 有一种宗教的背景的 印象下呢 就是他开始这个利他的 有些的话呢 可能不一定有宗教的信仰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他越不是 对他的财源呢 就是越来越 就是财源滚滚 就是像 像这个 什么 比尔盖茨啊 巴菲特啊 就是他们的话 去年前年 就是卷的那么多 但是我看今年 2016年的时候 也是成了全球的 排行班的第一名 第二 那么 还有去年 12月份的时候 扎克伯克 他呢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生下来的时候 他扭自己的 给他写一封信 就是说是 99%的这种财富呢 就是全部 就是卷给社会啊 我们可能很多人 都不一定能 能做得到的 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价钱呢 就是我要扭给抱抱 就是一定要 让他安心地过着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扎克伯克 他 我看过他的信 当时还是 应该去年 12月份吧 那个时候 看到他的信一刻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都有 大的一些差别啊 就是他当时 99%的这种财富的话 好像美金呢 就是450亿 450亿吧 就是450个亿 那这样的全部都是 就卷给这个社会 给自己的孩子的 这种 牛的是什么财产呢 就是精神财产 爱的财产 故事的财产 那这个跟我们的 现在的一些理念呢 就是有所差距的 有所差距的 因此作为企业家呢 我觉得 今天的我们的 这个很多企业呢 就是 也许是将来 就是需要 还有很多方面的 这个调整啊 调整 但是最关键的呢 一个是 我觉得 有信仰的力量 有了信仰的力量 不管是你住到哪里呢 你都会快乐的 你都不会崩溃 你都不会呢 就是通信 你会感觉得到 这是一种因果报应 你会感觉得到 玩法度是无常的 当你特别特别 有这个成功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很傲慢 就不会把所有的人 不放在眼里 不会这样的 你觉得 一切优位法 如魔幻泡影一样的 所有的这些 优路菜餐呢 也没有什么 值得可嫌谋的 当我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财富呢 就是我也带不足 一分一秒 什么一分钱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 当你特别人生最 就是 谁也可能看不惯你 在这样的时候呢 也许你也不会有 这么大的 绝望和善心 绝望和善心 因此 我觉得 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需要 这种信仰的力量 如果有信仰的力量的话呢 一方面 就是你所得来的 这些财富呢 有其中 相当一部分呢 就是会帮助给 需要 就是帮助的 这些可怜众生 另一方面呢 自己对自己的 所诉下的 这个员工 和智慧的人呢 也会有一定的关照 我昨天去一个企业 那个企业的老板呢 就是他说 这个下面的某个员工呢 就是跟我一起的 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我不但要 关心他的这种生活 包括他的孩子 包括他的父母 我都还会去关心 都要给他们发工资 其实这个理念是 我是完全认可的 因为一个企业呢 实际上是 他里面有一百个员工的话呢 那么一百个员工 是一百个家庭 一百个家庭的 每一个人的身边呢 有他的父母 有他的孩子 这些都是需要 我们的企业来 就是照顾他们的 因此 在企业家呢 在某助义上面是 对整个社会 也可以说是 一个国家的 相当于是一个 总统一样的 说实话 有些时候呢 政府啊 就各个国家的政府 来直接解决 我们的一些 生活上的问题的话呢 有相当困难的 现在这个时代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 也讲了 文学不忠实 医术也不太重视的 宗教更不忠实的 忠实什么呢 就是忠实这个企业家 忠实呢 就是经济社会 忠实呢 就是他们对 现在的这个 互联网时代的 非常奇奇怪怪的 各种各样的 这种产品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 崇高的这个意识 来了解当前的行情 同时呢 也要知道 对生辩的这些 每一个众生呢 有负责任的 还有我们 有一些企业的话呢 他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人类 要负责的 包括你做任何的产品 做任何的事情呢 尽量的 不要有恶性 不要有造恶业的方式来 就是自己这个赚钱 如果造恶业的方式来赚的钱太多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对自己的各方面 也不一定带来真正的快乐 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就是今天呢 就是也是 许许多多的一些 爱心人士 那么在爱的这样的 这种发心当中 在爱的力量下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利益终生的潜能 那么利益终生呢 在所有的生活当中 在所有的价值观当中呢 我认为是 它是最有意义的 就最有意义的 因此呢 就是希望 大家用爱来 就是 就饶益 就是所有的 不骗的 这些众生 这样以后呢 我们这个世界啊 变得更美好 更快乐 你看我用的乐 非常感恩 看过老人家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和慈悲的开示 谢谢您 非常的感恩 大家再次详细掌声 谢谢 我相信大家都有醍醐灌顶 如雷灌耳的感觉 而且内心发喜充满 收获满满 相信在看不老人家的 加持之下 我们未来的人生 会更加的成功 幸福和圆满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看不老人家就 延长到此 接下来是下一个环节 请在座的企业家 爱心人士 和看不老人家 进行互动问答 可以向看不提出问题 由看不来解答 这位中间的这位先生 顶礼上师 请否能否请上师 开始一下 经营企业如何远离不善业 谢谢 实际上 作为企业呢 完全是远离所有的不善业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认识当中 也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做一些网语 有时候呢 可能会也有一些 跳碎露碎啊 或者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不太合理的 一些冬季和发行 曾经一些高僧大德 也是讲过 我们的生活呢 实际上就是说 优落的生活 那么也叫做幸苦 我们苦里面就是 边苦 苦苦 还有幸苦 幸苦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 好像也标面上看到没有造业 但实际上呢 在造业有这么一部分 那么这些呢 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就是因此 完全是不造任何恶业的话呢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没有恶意地 特意地去伤害这个众生 我明明知道 这个对人体有害的 但我去为了赚钱 去故意制造它 那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 其他的有些不严重的这些罪业呢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通过连拜自民啊 通过连金刚萨头信仇啊 就是来这个忏悔 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一些善业 就是这个善业的力量呢 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我在造作的时候 为了我刚才讲的一样 有一些民营企业的话 它可能会帮助 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些就业 也就是说 国家根本没办法安排的这些人呢 你让他就是在这里就业 还有呢 就是帮助这个 别人就是需要什么产品的话呢 你给他提供等等 这样的话呢 也有一些功德 就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呢 就是功德和过失呢 也会有低效的 同时呢 我们依靠自己的忏悔的能力的话呢 那么人世间当中的 有些罪业呢 就是也可以清罪呢 可以忏悔清净的 否则的话 农民重壮下呢 就是也可以杀很多众生的 还有牧民呢 什么那个用那个积牛奶 积牛奶的话呢 就是颜色有一些罪业的 但是这些罪业呢 是比较轻的 我们人要生活的时候 这个佛陀也开续 就是比如说龙爷 木爷 上爷呢 在油罐的经典当中呢 都在这个开续 就是所以在开续的前提下呢 我们也不会造非常严重的恶业 谢谢 顶礼上司三宝 所以我今天听了上司的课感触非常大 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也在上司开始过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上司的开始是企业家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行善 发持微信 那我们其实作为修行人 平时呢也要做修行 就文师修 同时呢像做布施呢 还有做持善的话 也要花时间 那之前上司也开始过 我们宝文如宝老人家 他也对这种初世间的 和在世间的这种善根 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家的修行人 如何去平衡这文师修和 和积累质量这两种善根呢 所以请上司您司会开始 其实如果自己的 时间没有安排很好的话呢 包括文师修行也是个冲突 我到底听闻呢还是修行 就是也有冲突 但是我们一般讲 到上的时候呢 听闻佛法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 思维破法 然后盘晚的时候呢 辩论破法 晚上的时候呢 修行破法 在我们佛学院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因为有些人 我又要问 又要试 又要辩论 又要去听课 就是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一天当中 可以这样的论流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 学习佛法的文师修行 对很多人来讲 确实很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 同时我们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呢 也可以的 因此我像 我们文师修行呢 实际上也并没有把 每一天的24小时 每一周的这个六天七天呢 全部用在文师修行上面 我们自己也知道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一周当中呢 就是有几天的时间 文师修行 有几天的时间呢 你也可以做一些 对社会有利的事情的话 这个时间是 掌握在自己的书里 遥控器在自己书里 就看案那一个 因为呢 就是关自己的 所以说 我觉得是 时间都是在自己身上的话呢 应该可以有安排的 如果一个成功的人呢 他既 文师修行就非常好 同时呢 做慈善事业和发行工作 也极其圆满 这就是 应该怎么讲 就是 看你关键在你自己 谢谢 鼎礼上师 我有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委员 比如一些恶人恶事 这样子我们还要去随顺吗 感应上师 不管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在这个任世间当中 遇到的委员是一个生活的部分 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而且遇到委员的时候 很多先现呢 就是可能恶人恶事的形象来出现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呢 有集中面对方法 一般不学佛的人 或者实践人的话 可能有些需要自己的能力过呛的话 以呀换呀的方式来去对待 但是我们如果佛教的观点的话呢 佛教有叫做撒门司法 别人害我的话呢 我尽量的不害 当然我不害他 他害我的话 也许显得我的脆弱 显得我的无理 但实际上呢 坚决我会得到战胜的 因此呢 我想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顺害他人 但我们有必要有时候呢 吓唬别人 没有恶意的情况下呢 或者说吓唬别人 或者说是另一种方式来 显现上对别人有不痛的一些威胁呢 我觉得有时候有必要的 负责的话呢 恶人惨狂的时候 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很难以对付 不管怎么样呢 在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只要心很坚强 只要自己勇敢地面对的话呢 很多的恶人恶事呢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而且是一个短暂性的 那么这种短暂性呢 它也会自生自灭的 谢谢上师 以德报业感 尊敬的索达基看部 您好 非常地荣幸 能在现场聆听您的教诲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您刚才也在讲 这个我们中国有这个儒商 还有佛商 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文化 讲究仁爱 我们学佛的弟子讲八菩提心 就是说仁爱 还有菩提心 和我们现在 现实生活中 我们现在就是说 做公益也好 做慈善也好 它们有什么区别 请老师开始 对 谢谢 其实 儒教在 仁义励志 在这个观点上呢 虽然造有这样的 这种 概念 或者说是理念 但是呢 并没有 就很明确的 就实际行动当中 怎么造作 就是并没有怎么讲 而佛教呢 就刚开始将怨菩提心 要这种爱心 然后就是将信菩提心 那信菩提心呢 就六波罗弥多的方式来 施行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可能跟儒教有点不同的 在执行过程当中 更加一些实际 那么 不管怎么样呢 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 爱也好 人也好 慈悲也好 那这些呢 实际上 我们在做慈善的话呢 它的一种延伸 它的一种 对社会的介入 也就是说 有了爱 有了人 有了这种菩提心的话呢 它在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这种心的基础上呢 就可以去做 负责的话 可能我们很多人的 没有这种爱和 没有这种慈悲心的话呢 它只管自己 就不会呢 关心这个慎变的人 因此 这种爱呢 就是应该延伸到 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说 我觉得 比较而言的话 可能儒教跟佛教呢 还是在慈善过程当中是 应该使佛教就是更有特点 谢谢 专专业上师 你好 我这里有个问题 我想上师给我开始一下 这是关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呢 经常也应用 所谓我们叫目标管理 尤其是预算目标管理 那如何 与佛教的 随缘 思想 缘融 谢谢 谢谢来自香港的全球 谢谢你 哇 你们问得好贱入 知道 我觉得 企业呢 确实有 不管是人和企业 它的目标 它的远景 它的一个 管理的 基本的 战略 这种抉择 等等 而佛教呢 在有些经论当中 就是 随缘还性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两者呢 实际上在 不通的 环境当中 有不通的 一些作用 因为 佛教呢 实际上 所谓的 随缘 到了 一定境界的时候呢 它 却不去 执着 就那个时候 它有一种 随缘 但是佛教 在我们世间的 包括做一些 三舍 做一些 商业和 隆业当中呢 都没有替 所谓的 随缘 两个字 因此 佛教 经常呢 就是 讲 不能难度 不能懈怠 不能呢 就是 有这种 怠慢 就 还有 佛教 讲 就很 精进的 比如说 这个 精进呢 就是叫 窥家精进 家心精进 不退转 精进 所以我们的 这种精进呢 就是 应该 非常的 路里 先有一种 窥家精进 窥家精进 就是 你刚才讲 就是目标 就是预算 我要做准备 我要到战场上去 先批上 窥家 就这个叫 批家精进 然后叫 家心精进 家心精进呢 我做这件事情的 过程当中呢 我拼命地 去 去干 然后最后就是叫 不退转 精进 最后呢 我就不用干 也是 就像现在 赚钱赚已经够了的 这些老板的话呢 已经不退转 精进了 不用办了 就自己都 就这样坐着 就是你们 就跟下面的 这个什么 中裁啊 就是 什么这个 就是 他的 叫什么 就是 叫 叫什么 对 就是 他的这个 历史章啊 什么 就是 下面的人 就是 做这个 你们 什么 以前 他们说是 这个 一般完以上呢 就是 可以给 你家乘文一下 就是 一下的话呢 就是下面的人 有权利 就是你们 随便可以做 就 所以 那个时候 就已经获得了 不退转 精进了 就是 但是佛教 为什么 这样一个随远呢 其实 这样随远的时候 修心到了 一定境界的时候 就像我们 密法当中呢 就最后有 疯狂的行为啊 有这个 什么 奴隆者的 这种行为啊 就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的执着 没有任何的执着呢 那就 在他的境界当中呢 得也可以 事也可以 乐也可以 哭也可以 完全是按照 以前 激功和尚的 有些境界一样的 就像你在 这个世界当中呢 一切都是 入梦幻泡影 其实有时候 我们现在 虽然到不到 佛教的 这种随缘的境界 但是呢 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很有必要 就是佛教的 这种随缘 比如说我们 有些人 生意不成功的时候呢 就是随缘吧 但这个 是在乌克莱赫的情况下 这样说的 心里并没有随缘 但就 就没办法了 已经就 只有随缘吧 就是让他走 比如说 离婚了 就是随缘吧 然后 生意倒闭了 就是随缘吧 就是这个时候 到了最后境界的时候呢 我们就随缘 所以佛教也是 这样 最后有一种 随缘的境界 但刚开始呢 从来不讲 随缘 还是要刚才讲 三种 三种这个路逆啊 就是三种路逆 因此 这个事件的这种 这个过程呢 应该是 有分开的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谢谢 尊敬的刊部 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知道您在那个 川藏高原的贫困山区 倡导 建了很多的学校 包括小学 初中 我也去过一部分学校 尤其去年呢 我们埃及金的这一行人 去了您那个修建的初中 有两千多个孩子 在那儿受益 我想问您的是 您作为一个修行人 在传法步道中 已经担惊截律了 但是您又付出 这么多的心血 为这些孩子修建学校 现在又在修建这个职业 就是技术高中吧 职业高中 我想问您 就是 我们理解的 好像是这种世俗的教育 对这些孩子们很重要吗 您去做这些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何在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什么 对不对 谢谢 对 这样的 我可能 出了家以后 接近二十年呢 就没有做学校 就在学院里面 温思修行 我看到别人 做学校的时候呢 觉得是 这世俗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好好修行就对了 但后来我去 我的家乡的一些学校的时候 教育特别特别的落户 而且我们那里的世学 也非常的严重 后来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宗教认识 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身份 来出现的话 也许可能改变 就是当地的一些 教育的这种 这个落户的观念 后来呢 我去 去大概是06年开始 就是刚才 我们这个会章 就是说说的那样 就是你们的爱基金 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是 我们启动爱信 就是这个 你们两个都有爱 就是所以这个事件呢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也就发信 发信 我觉得 还是要尽量地 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那么做中学也好 做小学也好 其实做了以后呢 我现在还是很开心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当年 就是没有发动的话呢 可能就是现在 相当多的 这些牧民的学生 牧民的孩子呢 都念字的不认识 那一个字的不认识的话 到城市里面 尤其是现在 信息时代啊 就念一个书记上面 发微信的 他们不会写的话呢 那真的 这个人生来讲 是很可怜的 所以 虽然他们不是 不是专门的佛教学校 但是呢 思数的这个智慧呢 对他们的人生来讲呢 不可缺少的 我也没有想让他们出嫁 没有让他们去 我一定要学个什么 佛教上面的 很高的经济 但是至少也是 基本的这个 教学和促中 高中 这些能完成的话呢 对他们个人的人生来讲呢 应该是有个 很好的基础 所以呢 我现在 虽然在这个 做学校的过程当中呢 作为一个出嫁人 有时候呢 好像也跟很多世俗人 需要交往 也跟领导要一起吃饭 也跟那个事件人呢 就是一起要说话 就是那么 这个是有时候 有点累 如果作为一个出嫁的身份 我自己 好好地念 我妈你把美红 为什么是这些 但有时候 也想起来这些孩子 将来的这些命运的时候呢 我觉得值得 值得有这个必要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很多 佛教徒的话 有时候 看看这些身边的 一些人的状况的时候呢 你会可能发现 就是能 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呢 我们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不管怎么样 别人说什么 就不重要的 然后别人像什么 不是很重要的 然后 这个 我自己呢 就是有一颗善的心呢 就该做的事情呢 自己下决心 要做下去 这就是我觉得 有很好的这种意义 谢谢 鼎礼答案上市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也是想替我老公问一下 他呢 也是经营企业的 他也在学习佛法 他说 在经营企业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 这个伴随着一些恶业 所以他现在 就说不敢受菩萨戒 他说等他明年 把这个公司 整理整理 然后交给别人 他再受戒 他就说在过程中 他很容易犯戒嘛 所以我想问一下上师 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上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应该问他 就是他有最好的答案 但是我也就成全 或者是 我也痛以他的观点 因为他有智慧来观察 觉得是 现在可能不太 因缘不太成熟 但到时候 就是因缘应该很成熟的 所以我也赞叹他的观点 但具体的有些问题 你应该问他 就是他应该最了解 谢谢 谢谢刊布老人家 尊敬的刊布你好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说 好人要经过 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坑果 而坏人却可以 放下屠刀 立地成福 谢谢 其实 好人 就是需要经过 九九八十一 坏人的话 那放下屠刀 立地成福 这种说法是有的 但是不仅仅是好人 如果我们开发心的 最深处的觉悟的这种智慧 需要潜心顽固 当然好人经过 九九八十一的这种说法 主要是西域界的一些文化 和一些艺术界的人 就结合起来 然后在世间当中流行的 因此真正的 这种好人如果需要九九八十一的话 可能坏人 翻倍地 也要哭心 也要忏悔 也要去修行 而因缘成熟的时候 不管是好人 还是坏人 可以说挂落地 因此 在我们某些时候 因缘吐气的时候 可能是依靠一个 比如说 一个觉悟的上师 或者说虔诚的弟子 或者特殊的 苏生姻缘的 这种聚合之下的话 有当下开悟的 这是在汉地的 残众的这些很多公案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当然我们有时候 时间当中 说到的有些 是民间的说法 有些是艺术家的说法 我们佛教里面 并没有这样 好人需要九九八十一 好像在佛教的经论当中 我是没有看到过 但是这种说法 我们可以解释 谢谢 是这样看 就是我和周围的朋友 有时候也会做一些 助学的活动 有一次我儿子就跟我说 他说可能那个小朋友 他本来活得 他这样活 就是他不上学 他活得非常快乐 但是你们给他助学了之后 把钱给人家了 人家就不好意思了 必须要去上课了 然后他说 以后你们做这个事的时候 能不能先征询 一下人家的意见 就是他们愿不愿意去上学 那我引发的问题 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成功 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衡量人生的成功 因为我儿子感觉 他可能那样 这个孩子就非常的快乐 有一种原因呢 他可能自己不爱读书 他觉得 就是放荡的话呢 就是特别快乐 对他来讲 不入学不读书的话呢 就是这是一个很快乐 但是一般有智慧的父母看呢 暂时他可能会挖得很快乐的 但如果最珍贵的这种 这个青春 最珍贵的这种度数时刻 就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没有去度数的话呢 那他的一辈子都已经荒废了 所以说呢 他有战士的一种欢快 和战士的一种快乐 但是我们不应该是因为 他的一些有志的心态快乐 而让他快乐 就是这种想法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 作为一个大人的话 大家都知道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企业家也好 对佛教的修行人呢 所谓的成功呢 实际上 我们现在大多数人 人为的成功的衡量呢 就是用金钱来衡量 谁有了很多花不完的钱呢 就是他已经成功了 那么谁没有什么钱的话呢 不管是怎么样 其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圆满了 觉得呢 自己也觉得没有成功 所以有时候 我去机场里面的时候 所有的成功学呢 全是降了一个贪 贪这个金钱 而且现在飞机场 所有的这些视频里面 不放的是马云 然后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 所有的人呢 就是都想当他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的 因此我觉得是成功的标准了 到了自己满足感的时候 已经成功了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这种平台 你觉得已经可以了 就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说是你已经成功了 就没有什么这个痛苦 你觉得现在已经可以的话呢 作为对他个人来讲 是已经成功了 当然别人的烟幕当中 就是兼着人质 就是忧不痛的观点 是历首当然的事 我是来自黄岛开发区的 一六届学员 我们现在山东省成立一个 网声净土平台 我发心作为网课的播放人 也是网课软件的制作人 但是我始终对自己不抱有信心 我想请大人上师 帮我指导一下 看我的网课安排合不合法 这个我还没有看清楚 但实际上呢 就是你刚才讲自己没有信心 其实每个人都要有信心很重要的 对自己的没有信心的话 对别人自己呢 也很难得到这个信任 就因此你这个科目的话呢 待会看看 实际上这要跟大家 就是非常愿意这样的投入 实际上大家都觉得应该可以的话呢 共同商量 就是可以操作 然后具体怎么样呢 就可能我现在看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也可以慢慢地去了解 总的来讲呢 你最后讲的一个往生净土方面的话呢 我们在座的人 就是到最后呢 也是大家 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发愿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做慈善也是实际上是 我们就利益众生 就发菩提心 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当中的私营之意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发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